有見面了 我們是Madpunner 最近有個讀者拿著TLC頻道的節目 戰鬥醫師來問我們說 痘痘真的會長得那麼大顆嗎 我們看過幾集節目後 發現節目裡的醫生所處理的大顆囊種 不是青春痘喔 而是另一個很常見 你可能也有 卻超常被誤認的皮膚病症 粉瘤 以及將出現的影片是有些人覺得很療癒 有些人則覺得很噁心的影片 所以在你遮住眼睛之前 我們先幫你上個馬賽克處理 究竟粉瘤痘痘和粉刺有什麼不一樣 又要怎麼預防保養 其中粉瘤又隱藏著什麼不為人知的秘密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其實我們所謂的粉瘤 它正式名稱叫做表皮囊種 外觀看起來就像是大顆的必鎖性粉刺 或是囊種型的青春痘 沒有感染的時候顏色就膚色啊 感染發炎看起來就會紅紅的 終點來了 我們要怎麼分辨出粉瘤和青春痘呢 如果從外觀來看 粉瘤通常就是比較大顆一點 而且因為自己比較難消退 所以它如果已經在你身上存在很久了 比起豆瘤可能比較有機會是粉瘤喔 再來就是長的位置 豆瘤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皮脂多的地方嘛 哪裡 臉上啊有些人背上也會長 那粉瘤呢 任何有毛囊的地方都有可能會長喔 臉啊頭皮啊脖子耳朵驅幹這些都會 四肢就比較少見一點 欸還有一個很明顯的不同 你有沒有發現豆瘤常常都在不同的地方冒出來 粉瘤沒有這麼活潑啦 他幾乎都留戀在同一個地方 反覆的發生 就算你擠掉了 他過一陣子又在同一個地方冒出來 我又跳出來了 打我啊笨蛋 欸為什麼 不是因為他專情喔 這就牽扯到粉瘤結構上和豆瘤最大的差異了 那就是粉瘤比豆瘤多一個囊袋 就算你暫時擠掉他 只要這個囊袋還在 粉瘤就會重新的堆積 囊袋在 我在 而且也是因為有囊袋 所以也會像氣球一樣可以越吹越大咳 不過也別太擔心啦 粉瘤的出現就是因為 原本要從毛孔排出的代謝產物 像是廢棄的角質啊皮質什麼的 被困在囊袋裡了 就這樣 不像青春豆是細菌感染後引起的發炎症狀 好回到網路上這些所謂集粉刺的影片 其實大多都是粉瘤喔 擠出這些膏狀皮質混合著角質 現在看起來也沒有什麼好驚訝的啦 對吧 粉瘤就長這樣啊 那 假如我們長了粉瘤要怎麼處理呢 坊間有說法就是去找美容師擠掉就好 不然就是 自己解決 這裡要建議大家 不要再相信沒有根據的說法了 一來你擠完 只要囊袋還在 粉瘤還是會陰魂不散啊 再來萬一擠的過程不小心感染 下次迎接你的就是巨大化的化弄粉瘤 所以通常醫師真的不建議大家擠粉瘤 真的 真的 不建議 所以要怎麼處理 一般在感染發炎的時候 醫生會建議使用口服或外在藥物控制 避免發展成嚴重的蜂窩性主治炎 另外有些人會想透過打痘痘針 也就是局部的類固醇注射來改善發炎的紅腫 但這種會有讓皮膚產生凹洞的風險 所以要不要注射類固醇 一定要先和醫生討論過才行 別再逼醫生硬打了 好嗎 不過就算是以上這兩種方法 都只是治標不治本 因為形成粉瘤的最大關鍵就是那個囊袋啊 如果想要根治粉瘤 還是需要盡量在粉瘤沒有發炎感染的狀況下 請醫師安排進行粉瘤手術把囊袋徹底清楚 才能徹底和粉瘤瀟灑的 Say goodbye 欸欸 燈啊 開 開燈啊 真實的 只是講到手術怕大家緊張嗎 除非是粉瘤已經非常大顆 或是位置很特別 粉瘤手術通常在30分鐘內就可以完成囉 醫生會在病人局部麻醉妝房下 切開粉瘤周圍的組織 把完整囊袋取出 再縫合後就完成囉 已經是非常常見而且成熟的門診手術了 至於要怎麼樣預防粉瘤 目前還沒有保證不長的方式 只能說這段體質還是脫不了關係啦 大觀念是 表皮受傷有可能引發毛囊 表皮細胞增生 長出囊袋 然後引起粉瘤 所以避免受傷是一個 例如說不要亂及粉磁 還有一些皮膚友善的好習慣 像是清淡飲食啊 不用過熱的水洗臉 這些都算是預防的方式喔 好啦 相信你們都會分辨粉瘤痘痘的吧 下次如果看到你的親朋友 手癢準備擠粉瘤或痘痘 記得抽上前去 不要這樣 溫柔的勸導他不要亂擠就好啦 粉瘤在一般情形不會惡性的變化 沒有發炎感染或造成生活不變的話 即使暗兵不動 繼續觀察就可以囉 但如果真的想要處理掉 或是有感染發炎的徵兆 趕快去看醫師才去正途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給我們一個讚 訂閱和分享出去 我們醞釀很久的新書也可以在博客來 以及歌塔通路找到喔 我們是Mad Partner 那我們下集見 掰掰 掰掰